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赵哥开讲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盘式 各位投资朋友你可能不敢买 但是大盘的指数越盘越高 这已经占稳2000点 我跟你讲 由于台积电跟联发科今年抗考 这两档股票稳住了在一个大盘 但是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我昨天跟你讲说台积电一定会拉回来 你不用高兴 台积电一定昨天怎么样 昨天是上涨 那我们跟你讲说今天会拉回 原则上今天台积电公布 3月份的营收是吻合意气 而且怎么样 因为台币贬值稍微比怎么样 比高标来的好 但是这个高标来的好 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 已经涨到这个地方 有一档股票2327 这档股票还没有创新高 那这一档股票 本来公司说他第一季的营收 应该会比第一季 激增1到3% 可是他公告出来是怎么样 激增4%多 也是怎么样 优以益气 可是你看一下 台积电创新高 国具有没有创新高 没有创新高 所以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那华国的台积电今年EPS38块 38块已经涨到多少 815块 股本2000多亿 38块 815块 好 这一档股票今年EPS多少呢 50块到52 起最低50块 股本42亿 比台积电来的好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未来五年 跟台积电一样都是看好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未来五年 每年的EPS 我跟你讲 一定比台积电来的好 而且台积电股本高达2000多亿 这一档股票股本只有40.1 而且这个EPS绝对会比台积电来的好 我跟你讲说台积电还是看好 但是各位 这一档股票我希望各位投资人 你听进去 因为未来电感 这一档股票跟 680 是未来明星产品的明星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投资人做说明 所以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我当时跟你们讲 我的投资朋友 确实在这一档股票赚了三倍 怎么样赚三倍 我跟你讲 我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各位投资人22块到23块开始介入 涨到这个地方我刚刚跟你讲 卖 这个地方我又再回补 这个地方又再怎么样 再卖 这个地方各位投资人你们都知道 我在这个地方联系买5次 涨到这一天卖 这一天卖最高 真的是最高卖到最高 这一天卖最高 我的会员 从这一档股票 足足从22块到23块 到88块赚了多少 三倍 但是我跟你讲 我的会员有些怎么样 自作聪明 他不会那么听话 那原则上不会这么听话 是一般的新会员 因为他新会员 不了解黄老师的操作习性 那老会员有跟我10年了20年 甚至跟你讲有30年的 为什么30年 因为30年前我在怎么样 身负服务 投资人都当时从身负当中 我布局中概股的一个台大店 从44块涨到怎么样 涨到186 而且不只涨到236 那一波我们中概股赚到大钱 所以投资人都很了解 黄老师的操作习性 是一个大波段的行情 但是大波段的行情 你有时搭配短线 所以这一档股票 各位 千真万确 让我的老会员赚三倍 但是我跟你讲 有些新会员 不了解黄老师的操作习性 他可能怎么样 赚30 赚50% 赚一倍 他就卖了 那很可惜 因为新会员不了解老师的操作习性 那老会员都了解黄老师的操作习性 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 国据 6284 一定要互助怎么样 华泰的飙涨行情 那这个一样 2472一样 也会大涨 我跟你讲 好 今天我要再跟你讲的观念 各位看一下 这个中国大陆股市都是涨汽车股 这个不要讲的 然后再涨怎么样 PCB 中国 你看一下 这个涨的这个样子 那PCB PCB都大涨 你看一下 这个大涨 所以PCB在低估的股票在怎么样 在见顶 今天见顶已经公告营收了 优以益奇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 所以见顶明天应该是 是本益比最低的第二名 第一名最低是怎么样 是国际 第二名最低的是怎么样 是见顶 第三名最低的股票是台新科 但是台新科你必须等一等 等一下我跟你讲说 台新科你要怎么样的去等 你注意一下 那美国道琼我跟你讲说 四档股票做拉回了 那四档股票 这四档股票 这四档股票 回党超伪 美超伪 拉回来这个不用谈了 这个涨太多了 轮到怎么样 我跟你讲 本益比比较低 涨幅比较低 四档股票 各位你都知道 这个Mita 这个微软 这个亚马逊 这个有没有 当时得到这个地方 有些人在看外 我说各位各位投资 这个拉回来是一个千载蓝红的买点 各位有没有创新高 创新好 好我先谈第一个细光值 各位 你一定要注意 通用汽车也上来了 所以汽车股 第一季台币一个贬值 好我们先看 昨天我跟你讲的 这个营收衰退 三月份营业天数比较 比二月来的多 这个营收应该要比二月来的成长 但是为什么衰退 这一档股票 银广 三月一份营业天数 为什么大大虎衰退 好这两档股票我昨天怎么样告诉你呢 各位 6117昨天还拉涨顶板 有没有 我说你今天要小心 从114.5 杀到多少 98.5 所以 严重高估的股票 各位投资人 你注意一下 都有阻力 那严重高估股票 人家拉高无畏是什么 无畏是想要出货 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今天应该很多散户在这个地方去追高 好你再看 8033也要大跌 因为这一档没有什么EPS 我跟你讲 你要买雷虎 各位 我奉劝你 这一档股票可以开始买了 各位你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 AI伺服器 KT交叉 而且这一档股票比 这一档股票业绩好了太多 这一档股票说他怎么样 他两个弟弟 美超伟两个弟弟 入职的他公司 我跟你讲 对他营收有帮助 对他的EPS 没有很大的帮助 我跟你讲 那两个弟弟来入职他公 这是一个怎么样 讲白一点 是体材炒作上来 但是我跟你讲 对他的业绩没有实质的贡献 这一档股票业绩比怎么样 比华泰差太多了 所以华泰这个地方各位投资人 你可以注意 各位这一档股票你要小心 跟你讲到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跟你讲说 三月份营收还衰退 都能过这样子上涨 那各位投资人你看一下细光子 这些都是细光子 这些都是细光子 你看一下 人家三月营收衰退都还可以上涨 我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你要看第一季 第一季合并 各位联金 第一季合并营收除以第四季 占89.4 那等于说怎么样 第一季衰退 多少呢 10.6 好你看一下 10.6 这个地方 我也把这个汇对损失找出来 我都帮你查过了 联金 第一季汇对损失0.51 细格 各位看 4.04亿 上浅 负0.1 浅鼎 负0.29 光盛 负0.55 台新科 负0.85 华新光0.21 不是负6.21 我的助理写错了 0. 各位这个是0.61 他写错了 0.21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 第四季汇对损失0.51 除以它的股本 大概怎么样 贡献3毛5 等于第四季怎么样 他本类是怎么样 应该是赚3毛多 但是你看一下 第一季 月季衰退 所以我们估计今年EPS怎么样 大概1块 1块的股价在怎么样 77.4 好你看这一档股票 股本45.9亿 汇对损失4.04亿 这个单单汇对损失就怎么样 就 0.95 0.95 加上这个0.57 等于说它的本类赚多少 1.5元 好 系格跟台新科 各位你看一下 这两档股票有什么特色 第一季的营收 都比第四季成长 有没有 依照惯性 通常怎么样 第一季的营收 都比第四季来的衰退 可是为什么 第一季会比第四季来的成长 就是因为它真的切入到AI 切入到怎么样 HPC 切入到车用 然后真正的已经接到细光子订单 好 各位投资点注意一下 已经说 比 这个是衰退 那这个第三类还没有出来 我不晓得它怎么样 那这一档股票是大衰退 你看一下3.7 0.3 这个大衰退 那这一档股票EPS怎么样 一块钱 一块钱可以炒到114块 各位五块 72.4 对不对 好 为什么这一档股票 我给你建立要注意 我曾经跟你讲过 只要业绩好 KD指标在低档 你都可以买 有没有 所以我今天才要跟你讲 因为KD指标 他已经到达低档的 各位 这一档股票是真真实实的细光子 而且是怎么样 AI伺服器 各位 你认为1块钱的EPS涨到114块 或者这个地方1块钱的涨到74 这一档股票5块钱 就拿去年 人家3块8 你-0.52 你-0.13 那今天EPS 5块 所以这一档股票会大涨 各位你要注意 那台新哥我跟你讲 真正好的股票 这一档也是细光子 这一档有味道 因为他营收怎么样 你看 细增33.2 这一档股票比较认同 但是你注意一下 因为他怎么样 第四季 他这个怎么样 股本7.6 这个费对损失0.55 大概提类怎么样 3毛钱 3毛钱 0.55除以0. 不止了 不止3毛钱 6毛半 6毛半 所以他第四季赚了怎么样 这个1.1 1.1 1.1 所以为什么我们估他今年怎么样 EPS会高达1.8 会4.8 这是因为怎么样 这个大成长 所以这一档股票 今年EPS至少有4.8 那4.8 涨到怎么样 140.5 那这一档股票有点吹牛 这一档股票去年就是在吹牛 吹怎么样吹牛呢 说去年的EPS6块 今年的EPS10块 所以你记不记得 4979为什么那一波那么强 吵到这个地方 就是乱吹 结果人家有乱吹 结果投资人相信 各位你这一档股票通通套了 你没办法解套了 股价大涨 你们都喜欢去怎么样 我跟你讲 国内的分析师 当他股价炒作上来 明明EPS只赚3块钱4块 他会跟你讲说赚8块10块 我再跟你讲一次 国内的分析师都很不客观 当股价被他炒作上来 可能EPS只赚4块6块 就会讲成怎么样 赚8块到10块 那不讲好一点 你们在这个地方怎么会去买 懂不懂 我记得这一档股票 你听我讲都跑掉了 这一档股票也一样 涨到这个地方跟你讲说怎么样 去年EPS怎么样 赚6块7块 今年EPS怎么样 赚10块 结果有人相信 结果这一档股票只赚多少 3块多 所以炒作上来 就会把你怎么样 把你画大饼 各位 这个大饼未没画得太大了 1519 你觉得大饼没画得太大 你这个大饼没画得太大 我跟你讲这个都是画大饼 各位 各位 你自己要小心 我只能跟你点到这 点到这里 所以 台新科 业绩怎么样 7块2 在127.5 4块半 股价在131 那这一档股票 各位 你要等 为什么细格 我跟你讲说 各位 你就可以空低开始买的 因为 KD 我跟你讲 主要业绩好 KD拉回到低档 你买 都不会错 那台新科 各位你还要等 大概等3天4天 因为怎么样 KD夹出来 所以你要等你等 KD如果夹到这个 哇 这个又要大涨了 所以细光泽 所以你看一下 三档细光泽 最好的股票就是怎么样 我跟你讲 旺细 有没有 我跟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AI数据 又是细光泽 各位 那接下来要轮到这两档股票了 6257 3265 但是3265你要蛋 你要蛋 蛋等等什么 KD 买的高账 买的矽钢 但是这4天不是天天跌 他可能怎么样 以盘 盘4天 那盘4天 就会让怎么样 KD到达一个低档 好 所以跟你讲 矽光泽什么是潜力股 各位投赞 你自己要注意 好 再来 这一档股票 有没有矽光泽 那日月光也是西光泽 台积电也是西光泽 你懂不懂 懂不懂 这些我过去都有跟你讲过了 好 再来看一下 投心买的股票 我跟你讲这一档股票 国际各位投赞 你注意一下 为什么这一档股票 各位投赞你要注意 因为NVIDIA 它发表的Blackway的最强的一个AI数据 这个对怎么样 电感的需求会让它怎么样 暴增2到3倍 不只量暴增2到3倍 更可怕的是价格 暴增5到8倍 各位你想想看 为什么这个股票会飙 各位我跟你讲 再来不是涨这个业能了 AI数据再来不是涨这个业能了 涨电感 那PC AI PC 未来对被动元件MLCC的需求 会暴增80% 电动车 对怎么样 整个未来的MLCC 会增加怎么样 3到5倍 所以这一档股票 各位投赞 你看一下 从这个地方多少涨上来的 112块 涨到怎么样 873 我跟你讲 这个行情结束了 接下来轮到怎么样 我跟你讲 你看到这样 你会感觉怎么样 你感觉怎么样 这是夜线图 你没觉得底部出来的 而且我再告诉你 一个量 各位 这个最大量 是不是在这里 这个最大量是被它盖过去的 这个最大量 这个最大量 这两根量 全部是不是被它盖过去的 也就是最大量在这个地方 最大量在这个地方 就是告诉你这一档股票 有人已经赤进相当多的筹码 各位你会不会看 这个地方最大量 这个地方最大量 那涨到这个量 这个量 是不是把它盖过去的 这个最大量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涨上去 已经盖过去了 全部被它怎么样 丑马冬被它收走了 所以AI服务器 未来最大的行情 我跟你讲就是电感 各位 你看到这样 这是夜线图 它打出了怎么样 夜线完整的底部 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将来可能 还会超越这个价位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 那这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 将来一定要超越怎么样 1514 未来五年 今年明年后年 大后年 再做大后年 跟你讲 家帮的业绩都要比亚历好怎么样 联系好五年 亚历涨到144.5 各位你要去追 你尽量去追 各位 宏迪布吉巴 这是电动车 而且电感 而且网络三大明星产品 各位好好去规划 好好去 好好的自己怎么样 自己做规划 那再来怎么样 我跟你讲说 AI数据 各位投资 你要注意 跟你讲 五年的EPS 11块 四年的EPS 8块 8块涨到316 11块的股价在160.5 这个像话吗 各位你觉得如何 你觉得胡脸真的都没有行钱 好 再来跟你讲 有没有 对不对 第四 第一季通常 第一季通常都比第四季来的衰退 见顶都是这样 但是怎么样 成长 本益比最低谁 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怎么样 大家知道他是AI的 国际 大家都知道他AI的 最低的就是这个 次低的就是这一档股票 第三低的就是台新科 各位 你一定要好好的卡位 那各位投资人 占文2万点的好股票 任何拿回 我的看法 都是买点 但是买点各位投资人 你注意 你要掌握住一个原则 掌握住什么原则呢 各位 6257 各位投资人 你注意一下 这个KD 对不对 我现在要业绩好的 我KD到达第一档股票 好 这一档股票业绩好的不得了 但是你不要去追 你要等怎么样 KD 好 那加帮各位 你可以注意的 明后天你就可以买的 为什么 因为KD已经修正到这里了 明天后天就是最佳的买点 业绩好 KD到达第一档 各位 你买进 绝对错不了的 各位 认同黄老师观点 请你再进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今天跟投资朋友报告到这里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